Yummy Yummy Mommy 下個檸檬汁 嘩 讓我嘗嘗 我無料到的 如果你想吃豬 吃到黏牙的感覺 對不起,這碟東西幫不了 因為真的非常爽口 感覺很特別 即是你吃完一口肉 大概有一個水果馬上衝著 你不會覺得很膩 你可以配著鏟 剛才整隻魚豬自己一個人吃光 唉唷,很肚餓 為甚麼? 因為我走一整天旅遊車 還大膽到玩這個笨豬跳 真的肚餓到整隻豬都吃得了 既然真的這麼肚餓 不如去皇家葡萄牙 叫個葡式烤魚豬來吃吧 好嗎? 師傅你現在教我做甚麼呢? 葡式烤魚豬 首先要下魚 然後再加黑胡椒水 然後就要像我這樣 按摩一下 按摩一下 下檸檬汁 嘩 接著就把番茜葉 放在這個位置 然後香葉就是這樣 放進去 接著還有一個步驟 對,因為我看你食材裡 都預備了針線 對 應該是亂起它 對,因為燒的時候 它的醬汁就會儲存在裡面 那這件事當然會交給你 然後留在最後的針 拿來綁回死劫 好,亂完就可以了 師傅 是不是? 不是,還要焗的 焗多久? 大約一個半小時 師傅 我看你那邊焗完之後 為甚麼又要過來這邊再焗一次 因為剛才那邊焗到八成熟 然後就備用 我們再燒的時候 就拿來這邊這個爐 燒到皮脆 就需要 那這邊又燒多久? 是嗎? 這裡起碼要燒四十分鐘 四十分鐘 四十分鐘 哇,那加上兩個多小時 好 過了八個小時之後 待會就要把它切成一半 給我吃 對,什麼事 我以為我熟了一隻鴨 好了,急不及多就要吃了 雖然有肥膏 但也不會太膩 因為肉也很軟 一入口就已經吃到它非常幼嫩 是很爽口 不會說硬 不會說粗 而且吃乳豬怎麼可以不幫皮呢 挺脆的 我切碎了 如果平時你吃的那些中國乳豬 燒完出來 放一會 它的皮已經是不會脆的 但這個呢 它燒完了 切完出來 它還在脆 而且皮呢 是很薄的 那對比起我們平時吃中國的乳豬 那些就比較濃味 因為它有很多醃料 醬 就會很搶掉那隻豬 但這個呢 清清的,挺好吃的 我一插下去那一下 發覺它有些油飄出來 我覺得會不會很流 但一進去那一下 完全不漏 那我現在試一下呢 點醬是什麼味道 剛才就這樣吃這個 沒有點醬呢 跟點醬呢 這個呢 龍尾程度是升了兩級的 配上醬 超級的 那我試一下非常特別的夾著橙 因為我從來沒想過 吃乳豬是會夾生果的 我已經霸不到斯文了 因為它很大塊很吸引 那感覺很特別 就是你吃完一口肉 但是它有一個 水果馬上衝出來跟著你 你不會覺得很膩 你可以配著橙 剛才整隻乳豬自己 趕快吃完就可以 它搭上橙和幾斤 還有很多油膩 挺新鮮的配合 我沒吃過 我吃這些脆口的東西 我想真的加一杯醬 嘗試 好吃 好吃 你都想來皇家葡萄咬? 在觀光塔站下車 再直接走進去就見到的啦 你還可以玩完 MOMIPAY草鑽石 有機會贏到自助餐Q婆 在煙花湖演當晚 來到皇家葡萄咬 免費吃自助餐 想贏獎品的話 就快點關注MOMIPAY微信 知道吧